哀武生之虚语,现长江之无穷 苏世夜游与人生失忆之时点化同游之客 但却未改变亘古以来 代代来人面对死生的困惑、虚妄与斑驳 苍茫天地间,我们不过是浮游一般 看着生命在岁月的顿刀之下被肆意雕琢 有人自知人生苦短,放浪行害只求一乐 有人奋笔疾书,洋洋洒洒留待名垂史册 今天这部影片就要用生命的余想禁告万方 现实在时间的演绎之下,诚然荒诞 可其中恨动灵魂的眉宇折,直与悟 往往值得我们穷见一生,去辩驳 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家顶级度假疗养酒店 可谓是人间小天堂 而其中来来往往蹒跚消遣的,都是世界级名流 昔日的囚王,消弥勒天赋的神权 寻求飞生的宗教徒,庞若无人的作望 探求光影权威的著名演员,摸索人生百态 甚至还有春光正好的超模在此细水流连 而这里的常客,飞,威尼斯乐团指挥弗雷德 与大导演米克莫属 他们碎碎在此相约 与大多数人一样平静地聆听命途尾声 一群不速之客打断了弗雷德的惬意 英国女王派使者前来游说她 在王子生日当天出席 并且与知名女高音配合演奏她的成名作《简单乐章》 弗雷德无心恋战 她年轻时就不擅长与音乐之外的一切寒暄 于是果断地下了逐客令 使者一边懊悔手中这个烫手的山芋 一边急切地问询原因 弗雷德无奈又冷静地用私人原因四个字 恳切地回应了使者胶着的好奇心 弗雷德的耳根子终于亲近了 身后著名演员吉米自嘲般地与弗雷德交谈 他们倒确实同病相连 世人妄想用成名作简单乐章 囊括弗雷德的所有音乐天赋 而同样用一个连脸都不乐的机器人 Q先生来定义吉米的演艺生涯 俗人高谈阔论的艺术 在艺术家本人心中却是微不足道的片段 他们无法接受自己苦心创作的伟大红片 在世俗中销声匿迹 但又无可奈何只能被动接受 弗雷德习惯性地来到老友米克房间 听他兴致勃勃地与自己讨论新的剧本 米克此时正带领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创作他人生里的最后一部影片 他坚信这部影片将占领他辉煌人生的制高点 随后两人如画家常地讨论着排尿问题 年纪的干扰让两人正常排尿成为了一种失望 但在彼此打趣中反倒是多了一点对英雄陌路的释然 琐碎的日常在弗雷德和米克心中 已然是不可多得的馈赠 弗雷德安自伤怀 女儿和女婿前去度假无法陪伴在身边 但还是祝女儿旅途愉快 而米克似乎享受着年轻编剧 为伟大作品的结局而争论不休 在一切陌生又循环的事物中寻找曾经的影子 两位老人结伴来到山谷 苍玉连绵的翠色促使心情大好 弗雷德平静地说自己太老了 已经在回想中忘却了自己父母的容貌 但是对于两人都曾怦然心动的女孩吉尔达 她始终耿耿于怀 弗雷德毫不避讳地说 自己遗憾没有与吉尔达上床 转头又质问米克是否杰足先登 米克爽朗地抱着一笑 随后坦然地说 自己根本就不记得是否与吉尔达上过床这回事 她一生见证的风花雪月太多 记忆的层层剥落 让两人意识到岁月的无情 但又只能在表面上毫无芥蒂的全盘接受 弗雷德无法阻止 她慢慢地遗忘过往 但是对于音乐的痴迷 让她感觉到自己并未因为年老而麻木 在遗忘无际的原野上 牛群在啃食着青草 搏筋上的铃铛 随着牛群的摆动而发出清脆的震荡声 弗雷德感受到的声音的召唤 他端坐在木桩上 不受空地挥动着自己的手 他在指挥自然天籁 恰巧在指挥收尾时 群鸟划过天空的鸣叫 让弗雷德感受到了 灵魂与自然之声的同频共振 弗雷德与米克 总是能够在乏味的日子中找到乐子 每每在餐厅吃饭时 两人就会压饱一对老夫妻是否会彼此交谈 米克认定 他们会情不自禁地说点什么 但是弗雷德斩钉截铁地说 他们依旧会静若寒蝉 即使当那贵族老夫人 在大厅广众之下打了丈夫一巴掌 都没听到二人嘴里发出的任何声响 弗雷德大获全胜 他数着米克乖乖上交的赌资 米克好奇 为什么他总能赢 弗雷德信口胡说 那对老夫妻是一对哑巴 米克真想掐死眼前这个老顽童 米克总是对弗雷德的话信以为真 如同米克自己所言 他是写故事的 职业的宿命感让他相信一切 但是对于老友弗雷德 米克的心中藏着数不尽的包容与理解 而这一切都演化成了信任 打破平静生活的 是两人已经成婚的一双子女 回到酒店 弗雷德就听见女儿雷娜 伤心欲绝地坐在浴缸上哭泣 原来刚到机场的雷娜 就被丈夫戴了绿帽子 弗雷德护女心切 火冒三丈地质问米克 因为他不争气的女婿 正是米克的儿子 米克同样愤愤不平 指责儿子是一个渣男 随即叫来儿子当面拷问 米克绞尽脑汁也没想明白 儿子为什么绿了财貌双全的雷娜 朱又蒙了心斑 与一个相貌平平的三流女歌星勾搭在一起 儿子的回答 让两个老头大惊失色又哑口无言 他若无其事又暗中窃喜地说 是因为女人的功夫了得 弗雷德面对雷娜的再三追问 还是无法将渣男语录再重复一遍 可是他拗不过雷娜的倔脾气 也想让她早点清醒 弗雷德像自己偷食的禁果一般 吐出的那句烫嘴的话 雷娜不再纠缠不休 黑着脸甩开了步履缓慢的老父亲 傅女俩的尴尬 没有快速消解 弗雷德认为自己有责任开解雷娜 于是嘴笨啄舌的抚慰女儿 躁动又痛苦的心 但不成想 就是这个档口 雷娜将一切委屈都对着父亲无情地发射出来 弗雷德的老底 竟然也在女儿的口中一一被暴露 雷娜说 这世界上唯一能够与自己感同身受的人 就是妈妈 因为她也曾被命运开过如此不幸的玩笑 只不过她比自己更加无奈 自己的丈夫竟然为了获取音乐灵感 与一个男人交欢 弗雷德自知 年轻时忽略的家人 但是她不知道 自己在女儿心里竟是如此的不堪 听着雷娜所落的话语 弗雷德死一般的沉寂 可是雷娜对父亲片面的认知 瞬间就土碰瓦解 英国女王的使者 再次登门请求弗雷德出席 或许是在女儿一番话的刺激之下 一声吝啬说情话的弗雷德 终于明确解释 她的私人原因是因为 雷娜终于明白 在父亲心中 母亲永远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位置 即使当下母亲是一个老年痴呆 但是在父亲弗雷德的心中 他仍旧用鲜活的样子盛开着 只不过作为音乐艺术家的父亲 受偶像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太深 他曾言理智的人没有品位 忙从偶像权威的弗雷德 不断地尝试做语举的事情 妄想以此成为与偶像 并驾齐驱的高品位人士 开工没有回头见 弗雷德不埋怨女儿对于自己的误解 同时也不会尝试用谎话安慰女儿的内心 也正是此种自由理解生命的方式 反倒是让父女二人从容地面对内心 在攀岩运动员卢卡的主动攻势下 雷娜再次陷入爱情的漩涡 真正吸引雷娜的不是用心欢掩盖伤痛 反倒是卢卡对于自由憋角的解读 唤起了雷娜的共鸣 他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没有空气的罐子里 生活就像一场滑稽戏 渴望的东西往往容易让人生出恐惧 而越是恐惧的东西越能触发心声 米克同样因为岁月不饶人而惊慌 但是当他带领年轻编剧们寻找灵感时 却又不停地将自己在惊慌中总结出的人生体验放大 人活着就如同用望远镜看风景 正面看一切都尽在咫尺 那是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 而反面看一切都是遥不可及 那是老年者在回顾仓促又潦草的一生 好在米克尚有一点斗志 他要为这慌乱的人间留下自己的精神遗作 可到底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电影准备开拍时 米克的御用女主角影后布兰达临时毁约 他说的冠冕堂皇又句句不离钱 米克用老交情也没能挽回布兰达 面对53年的友情 米克有些无所适从 而布兰达却说 自己的另一重顾忌 就是帮米克留住辉煌 他不认为米克的新电影 能够在市场上得到高度的认可 因为他的老实头脑已经与时代脱节 面对米克的破口大骂 布兰达也撕破了脸皮 直到布兰达清醒点出这现实 他悲哀地凝望米克的眼睛说 但布兰达不知道 自己的及时抽身 换来的竟是米克的剧中 在绿野之上 米克看到一个又一个 自己曾经捧红的女星 她们妖娆百态地 像一阵阵老电影的慢动作 米克清醒地知道 除了布兰达 没有女星会让自己得偿所愿 米克与弗兰德之间 向来报喜不报忧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对弗雷德说 情感就是我们生活的一切 我依旧会将电影拍下去 随后米克走到阳台上纵身一跃 他的电影收尾了 带着仓促的留白 与引人深思的乏味 面对老友突然离世 弗雷德如同舞雷轰顶 但是跃进千帆的弗雷德 依旧最大程度地保持冷静 他悉数着自己的惨败光景 一遍一遍地扣问自己的终点 酒店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变化 雷娜找到了归宿 不断地选择攀登不可控的人生 吉米因为一个小粉丝的缘故 而正视自己的演绎生涯 作望的宗教徒终于悬空 而弗雷德也终于迈出了 属于自己的艰难一步 他对着老年痴呆的妻子 放情地说着自己的心意 而后 他决定英女王的邀请 再次指挥简单乐章 生命的起点 我们无法决定 死亡是一个必然会光临的日子 我们无需压抑和恐惧 只不过 当我们回首这急急奔马的一生 总是会觉得诚然弱失 觉得悔恨丛生 百感交际时 更加觉得手足无措 但没有人会准备好一切再出发 遗憾与措施 不过在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 生命的宝贵之处 就在于刹那的怦然心动 和长久的无法挽留 就是这样对下来的 大家多前较 通过来到 无法用 都没想到 都会不知 所以